为了阻止我娶未婚妻结婚 摔断了自己一条腿 后来我被未婚妻和兄弟合谋害死 那对男女在我的葬礼上 盘算怎么花我的遗产 我那个缺了一条腿的姐姐 却疯了一样追杀了他们半个地球 全身是血的 把那两人的头颅拎到我尸体面前 然后抱着我摸了摸我的脑袋 在我身边喃喃地说 小乖姐一直都在 重活一世 当未婚妻搂着我 叫我把迷药加进我姐喝的水里时 我推开了那个笑容恶心的女人 我姐能有什么错 我姐她只是太爱我了 叶晨到时候你就把这 玩意放进你姐喝水的杯子里 你姐对你肯定不设防 这样能放到一头大象 等你姐睡着了 今晚我就带你逃出去好不好 对面的人轻轻捏了捏我的手腕 可我的思绪却并不在她的身上 我的视线正落在她身后 槐花束的树影摇晃 穿着白色裙子的我姐 在我家门口提着一把菜刀 眼神阴翼看着我俩 意识到我真的重生了的时候 我姐已经把我拽到了屋子里 她左手拿着菜刀 拴住了我的手腕不准见王小 王小就是我的未婚妻 那个刚刚让我用麻药 放倒我姐的女人 我任由我姐垂头整理 我手腕上的结 她真的我哭死 为了不弄疼 我甚至还要垫上棉絮 姐 我扯住了她的手指 她断了下上一世 我连碰她都觉得恶心 我这动作让她有一两秒的失忆 而后她反手捂住了我的嘴闭嘴 你再敢给王小求情 我就把她杀了 上一世就是这样 我和我姐是慢慢决裂的 我爱惨了 王小不知道王小在接近我的时候 已经跟我兄弟搞在了一块 两人合谋 想要杀死我骗宝 我真觉得 王小就是我的真命天女 死心塌地对她好 而我姐极力阻止告诉我 王小并不是好人 我一时气血上透 朝她说了很多凶话 叶修 你就是个变态 囚禁自己的弟弟 你知道为什么街坊邻居 都躲着你吗 因为你是怪物 我也恨死你了 为什么偏偏你是我姐啊 我不要你这姐姐了 我不要你这姐姐了 我只记得那天 我姐的眼眸有多苍白 她长得像她妈妈 好看到骨子里 却总是透着一股 摇摇欲坠的破碎感 她只是很平淡地将我拴起来 然后朝我说 晚饭是鱼头炖豆腐 我最爱吃的菜 从回忆里缓过神来时 我已经被绑在椅子上了 我姐在厨房做饭 我姐确实是个 精神不正常的极端控制狂 但她有什么错 她只是不知道怎么爱我 我走神了一会 我姐从厨房里出来 低着头看我 怎么了 姐我仰头朝她笑 为什么不闹 她声音带了点清全的哑 你不用绑我的姐 我朝她轻轻地说 我再也不会逃了 我会陪在你身边 把你心里的病治好 可我姐只是低头冷冷地看着我 硬得不行来软的 我姐觉得我还是想跑 可她不知道 她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朝她软 转身就走的女人背影很决绝 我清了清嗓子 加了几分音调 姐疼 三秒后 我仍完好如初地坐在椅子前 我姐蹲我前面 急得好像我断置了一样 哪里疼 要不要去医院 姐不是故意的 她想碰我又不敢碰 因为我以前大声地朝她吼过 叫她别碰我 所以这种我生气的时候 她都不敢误逆我 我的指尖掠过她柔软的黑发 她愣在那 拿八百年都没见过的 震惊眼神看着我 我低头细细描摸她的眼角 姐这辈子 换我保护你 我认真的既然我重生了 王小跟我兄弟 这两个烂人 一个都别想好好活着 他们凭什么在我死后 脏了我姐的手 叶诚 我昨天不是让你给你解下药吗 小麦店旁 背着手的王小皱着没看我 上一世我对王小的痴迷程度 如同被她吓了酱头 所以她对我的态度 从来都是一只气势 今晚你要是再不把你姐弄睡着 就别指望我带你逃出去了 上一世我就是因为听了她的话 给我姐惯了药 可不知道我姐是不是药物耐受性比较好 半途她醒来挣扎着想要追我 跌跌撞撞从楼梯上摔下去 摔断了一条腿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天 我姐的眼睛好红好红 她躺在地上却还是想留住我 她朝我喊别走回来 他们是坏人 她嗓子全哑了 男癌地朝我说相信姐姐 姐姐到死都不会骗弟弟的 姐姐到死都不会骗弟弟的 可是那时我只觉得她是个想要 把我一辈子关在她房间里的控制框 王小大概觉得 她哪不跟我私奔威胁我 我就该急了 结果我眉毛都没抬一下 问她这样不会把我姐弄死吧 而我的好兄弟萧竹 这时又很巧地拎着跟棒冰坐到了我身边 阿叶很简单的 你看着点计量让你姐睡着就行 况且她的人渣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的人 会在我死后追杀两个罪魁祸首 追杀到天涯海角 死有余辜的人 会拖着一条残疾的腿 也要为那个 不听她话处处提防她的弟弟报仇 我姐是不是坏人 我能不知道吗 我抬头倒是恨不得现在 就把面前这两个人碎尸万段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盯着手中那袋迷药 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你又去找王小了 刚进门我就被人从身后抱住 她挺翘的鼻梁 就在我颈间吸动 呼吸清浅 我姐身上有槐花的味道 日灯下夜袖的脸色很白 她五官又很艳像 强行洒在白纸艳台上的墨 一揉就碎姐 我这不是闭嘴 她很冷漠地打断了我 趾骨蹭过我的肩胛 陌生的触感撩起我的一阵战力 可是这次我没躲 我突然觉得 我姐很像一只在确定 自己捡的破烂娃娃 还属不属于自己的猫 我笑了手指撩过她砸碎的刘海 然后猛地顿住很烫特别烫 我姐发烧了 我这才注意到 她的脸色比以往要苍白 明明难受成这样 却还是固执地看着我 姐为什么不去医院 我有些颤抖地接过她的身子 她的声线又冷又哑 你答应我六点回来 我得等你 时针已经指向了晚上九点 我才惊觉为了处理自己的事 我忘记了跟她约定好的时间 可我姐跟个傻子一样 就是脑袋烧坏了 也非得等我回来 我姐躺在沙发上 她又拿那种八百年 没遇到过的震惊眼神 看着我 因为我要给我姐做晚饭 这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给我姐做晚饭 我做菜手艺很好的 上辈子为了讨好王小 我变着花样给她带饭 可对我姐我就常常嗤之以鼻 所以很多年后我才知道 我姐 把我当初吃一半的面包 都藏了好久 鲜瞎干贝粥的火候刚刚好 我吹了吹 咬了一勺 递到我姐的红唇前 我姐盯着我 眼神里透着 我给她下了要的怀疑 你吃不吃 我淡定地问 她咬住了勺子 垂着眼皮有点乖 我很难想象 她这样连血管都清晰可见的小臂 当初是怎么把王小 和我兄弟两人的头 给割下来的 姐 你想过我们的未来吗 我姐喝粥的时候 我轻轻开口朝她说 我快毕业了 你工作也不稳定 咱俩可以把现在的房子卖了 然后搬到海边去住 你是不是一直想开个鲜花店 曾经我对未来的规划 应该从没有姐姐 我跟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叫她管 明明是她把我养大 是她为了我 放弃了自己的一切的 姐 你是不喜欢花吗 我凑近她 可你身上总是有槐花的味道 我话还没说完 她已经抬手掐住了我的下巴 语言细腻的手指 扶过我唇边 我姐看我的眼神 从来都明晃晃 镇刻着占有二字 你想说什么海边花店 方便你逃跑吗 别骗我了好不好夜城 她喊我的名字 像是一语 你明知道换个新环境 你要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我丢掉 她说的是实话 如果换做上辈子 我一定会这么做 我姐就像是一招 被蛇咬十年怕井上的动物 我想让她再相信我 她觉得我是引诱她 吞噬恶果的毒蛇 之前有太多次 我把她骗得什么也不剩了 空旷的室内 我与她无声的对视 你要证明 我姐盯着我 怎么证明我问她 灯一闪一闪护地面了 室内陷入全然的黑暗 很快我就知道 我姐要我怎么证明 我被扯进一道绵软的怀抱 被她的手指摸缩着后腰 滚烫我听见她的闷横 然后就被她捏住下巴了 她的唇先贴上来的 真的好烫她 她哪都烫手指 蹭着我后颈 心我刻我的舌根 被她烫得几近发麻 我姐在糟蹋自己的弟弟 她的唇顺着我 湿漉漉的眉眼 向下落在耳根 拿不属于正常人的体温 一点点辽薄感官 我姐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被她堵住唇齿时 我会紧求她的衣领 回稳她 于是我姐的呼吸紊乱了 她掰正我的下巴 拿自己的额头 抵着我的额头青蹭 我追寻她黑夜中的低难 才恍如在那刻明白 是谁在落难就这么证明 别离开姐姐 我在厨房里 把最后一只碗洗干净了 我姐在客厅 事实上我就是在逃避 一下子做得太快 我和我姐 做了上辈子都没做过的事 我知道 我姐对我的感情 绝对不仅限于亲情 我俩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一直以来 她看我的眼神 都隐忍到极致 想上我 但又不敢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见她 哪怕我活了两辈子 结果就在我正琢磨时 我姐推开门 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 喝口她从背后 将我搂在洗手台上 手中拿着杯热牛奶 递在我唇边 我睡前 确实有喝牛奶的习惯 可这好像是我姐姐喝过的 我顺着她的唇印 喝了一口真乖 她揉了揉我的脑袋姐 我喊她 你接吻技术得再练练 什么她失笑 我说我回身 然后她点脚 猝不及防 吻了我唇脚一下 我扶了扶她的刘海 姐现在你信我了吧 我不会逃的 你看我都这样 可是养着头的女人 却依旧只是这么看着我 对你敞开一切了 我的脑袋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我抬头神思不明地看着她 不幸脑袋好晕 牛奶里 我姐捧住了我的脸颊 她带着细滑的指腹 蹭了蹭我的眼睛 我动不了了 牛奶里有问题 我听见我姐的声音 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这次你做得很好了小叶 只是你不该把药 放在你包里这么浅的地方 刚刚掉出来了 你差点就能杀死你姐姐了 糟 我姐好像误会了 我把民药放在包里 是为了化验来源 我得找到王小他们犯罪的证据 但好像被我姐误以为 是我要给她下药 刚刚我所做的一切 也被她认为是一场 自我牺牲巨大的逢场作戏 我想解释 可是却说不出话 眼皮越来越重 这叫什么事 我想伸手被叶修甩掉了袖口 就这么讨厌姐姐啊 骗了一次 还想骗第二次马 大脑昏昏沉沉的 感觉脖梗被什么东西困住 没办法呼吸 全身都动弹不得 我被我姐捆住了姐 我有些无奈地看着她 你得给我机会解释 叶修垂眼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姐很高 看起来又很瘦 像时间一碎的流离 可她很有力气 无论是上辈子 处理那对男女 还是这辈子 处理不听话的我时 她挤进冷白的 只骨摸索我的耳根姐 我喊她 闭嘴 又是一声 略带凌亚的呵斥 我姐轻声吻我 她睫毛挺长地 落在我眼瞼上 有些痒 我动不了 可我觉得 就连我姐这样轻柔地撩拨 我都受不了 因为喜欢她 我被迫回应她 可是鼻腔全充满 我姐的气息时 仅剩的理智 将我从深渊里拉回 让我清醒 我不是在这陪我姐 练习吻技的姐 可可 我咳嗽起来 她有点不满地松开 我轻软揉我的背 腔到了到底是谁 需要多练吻技 她说话很冲 明显还加着怒气 她觉得我骗她了 可是我没有 于是我也生气了 是你不相信我 要是王小给我的她 想让我把你迷倒 我收下药 只是想把药 送去检测机构检测而已 是你不相信我的我 昂着头与她对视 当我姐俯下身 又准备亲我时 我就知道 我的解释在这人这里 属于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的级别 我正开她 她一边眉毛扬了扬我了一声 话很清骚在我的耳根 要是拿去检测的 不是为了毒死姐姐 叶辰 你接下来是不是还要说 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可你爱过你姐 我哪怕一点嘛 她眉眼清淡眼神 却仓皇到快碎掉 我张了张口 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口 毕竟之前为了逃离夜休 我干过把安眠药 夹进她的早饭 在她的笔袋里塞石灰 诬蔑她偷东西 报警抓她等等等等 无耻之事 可以说我姐在街坊中 名声不好 有一半都是我的功劳 唇为了给我擦屁股的 她一时没能转变 对我的看法 我可以先忍一下 于是我 一个鲤鱼打挺 轻了夜休一下 我姐的唇很好轻 软的 她愣住了 眼里像是有 默然花开的彩色花卷 于是我姐疯了 我的脑袋撞在床垫上 床因为我俩的动作 陷下去一点 我迎合她 找到她的手指 跟她食指相扣 她被我吻在脖梗 说 你要折磨死姐姐了 我想 上辈子 我欠了夜休很多东西 这一辈子 我也没把握能把它治好 可我确实能保证 陪她互相折磨到死 我姐做饭很好吃 如果我手没被困住 而她再一口一口 喂给我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吃的 姐 我拉长了音调 喊她 银勺蹭到我嘴边 顿住 夜沉 上次这么朝我撒娇时 你差点把你结我 送进橘子里 她在淡漠的叙述一个事实 我的腿却在桌子底下 蹭到我姐的小腿 她睁了一下 薄红攀升到她的脸颊 真纯情 如果我姐刚刚没有 把我摁在床上 恶狼扑式搬亲 我就信了 姐 你相信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吗 其实我昨晚做了的梦 梦见未来了 梦里我跟王小结婚了 姐你摔断了一条腿 后来王小跟萧竹合谋把我杀死 你拖着条废了的腿 硬生生追杀了他们大半的地球 所以 我现在挺恨王小的 我盯着她的眼睛 无比真心实意地说出这些话 可她面无表情 漂亮的眼睛像一面天空之镜 我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 哦 是吗 她凑近我 吐息聊过我的脖梗 好巧 我昨晚也做了个梦 梦里弟弟不惜一切 也要逃离姐姐 于是 编造了一个精美的谎言 把姐姐骗得醉生梦死 然后甩掉姐姐 我差点以为她也是重生的了 因为上辈子 我就是在给叶修下药前 哄为叶修 我仍旧记得那天 她眼眶红红 拽着我的手腕 紧搂着我 说叶辰你不会离开我对吧 你确定不会离开我对吧 于是那天晚上 我给她下了药 她摔断了一条腿 如果我姐梦到的是这些的话 她这神经病要拴住我也正常 我朝她笑了两声 她皱着没看我 那算了呗 姐姐 你怎么对我 我都愿意 我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偏夜修 洗澡时 我将水温调到了最低 吹头发时 拿冷风对着脑袋哭哭吹 我打小身体就不好 当感到良意直冲脑门 鼻痘有些异样时 我吸了吸鼻子 知道自己要感冒啊 能不能发烧就看运气 我擦着头发从浴室里出来 我姐坐在沙发上 黑色的眼眸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走过去 呗哑一声 将她扑在沙发上 虽然我的动作猝不及防 但我姐还是伸手把我还住了 声音凉薄 去睡 我手扶着她大腿 这不像我姐 手指被她扣住了 我盯着她微翘地薄唇 为什么不理我 别乱动 去睡觉 在出口时 她话里就多了点警告的意味了 姐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不喜欢吗 我让她坐在我腿上 她瞳孔明显颤了下 门哼一声 又再阴忍了 我的姐姐 那我下次不对你这么好了呗 是你不要我的 夜修 你看 是你把你的弟弟 后颈传来温柔的力道 唇齿被猛然堵住 我想说的话 咽尽喉咙 这人又不想让自己的弟弟说话了 她个傻子 有时候 我挺可怜我姐的 明明被锁住的人是我 可被困住的却是她 我摸缩她的脖梗 害怕吗 姐姐 她在我怀里无声地点了点头 你最近太不正常了 夜晨 她的声音温雅 我好怕那是个陷阱 可是你知道吗 就算你在我身前挖了个坑 笑着朝我说 姐你跳下去吧 姐姐都会奋不顾身地往下跳的 半夜 我实在难受地睡不着 去敲我姐的门 姐 我好像发烧了 我视线模糊 垂着头看她 那一瞬间脑海里迸发了很多东西 就觉得我姐挺漂亮的 各学校应该能有不少小男生喜欢 可惜 我姐为了我一惊 她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去医院 没有丝毫迟疑 她的大衣已经盖在了我身上 她拿手探了探我额头 我能感到她抖了一下 估计 挺烫的 我姐总是因为我而慌神 我姐太完美了 所以省给了她一个弱点 就是我 我姐的人生 因为我而残破不堪 出租车里 我靠在我姐肩头 我是真觉得挺冷 所以紧搂着她的大衣 我姐的手被我牵着 我再玩她细腻葱白的手指 还难不难受 快到了 她在担心我有没有烧坏脑子 我很想告诉她我没事 其实我是故意的 可是我已经不敢看我姐知道真相时的表情了 我姐慌里慌张地将我抱去急诊 她将我放在医院挂水区的椅子上 离了离我的衣领 蹲在我身前 喊我小乖 我去缴个费 马上回来 乖啊 掉碗水就不难受了 我把半边脸埋在她大衣里 露出一双眼睛看她 点了点头 她拍了拍我的脑袋 勾勾我的衣领 吻了我嘴角一下 我盯着她匆匆离去的身影 我姐真的很想早点回到我身边啊 可是 我把她的大衣丢在了椅子上 转过身 溜进了医院外茫茫的夜里 我很想陪我姐一辈子 也许总有一天 我姐会明白我是真的爱她的 可惜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能让王小和萧竹对我失去耐心 我好不容易才拿到了一部分他们犯罪的证据 现在是凌晨四点 曙光刚要破晓 我给王小打了电话 她没接 也是 这个点 谁不在睡梦中呢 与此同时 我控制不住地想 我姐发现我不在了 会急成什么样 很小的时候 有次我姐在商场把我弄丢了 我在人流之中大哭 她拨开不息的人群将我抱在怀里 紧张地发抖 之后的每一次 我姐总能找到我在哪 直到上辈子 她摔断了一条腿 她的弟弟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回忆 是王小 我接起 你逃了 她那边沉默了一瞬 才开口问我 对 我姐有点难缠 要被我姐收走了 你能再搞一份给我吗 放心 我姐对我已经卸下戒备了 这次绝对能成 为了打消王小的一心 我不得不装作对姐姐深恶痛绝的样子 而且 今天的王小也很奇怪 他好像用了变声器 这不太妙 这说明王小开始怀疑我了 仿如多米诺骨牌 我很害怕因为我的一些改变 而将世界线彻底改变 我怎么相信你 王小 你跟我还谈什么相不相信 果然 王小应该察觉到了什么 我只能不断加码 深吸一口气 说出那句话 我喜欢你 你不知道吗 他那边 又沉默了很久 而后问我 那你姐呢 我得确保 你没被你姐策反 我姐 我都懒得看她一眼 一条飞缠着我的狗爸了 哪天她死了 我都得放烟花庆祝 才怪 才不是 我说的肯定是反话 我闭了闭眼 在心里默默家道 那边似乎也终于对我放心 报给我一个地址 南街876号 注意安全 王小肯定和我兄弟萧竹 在从事一些非法活动 我甚至怀疑 他俩在认识我之前 就已经合谋 骗布其他人的宝了 所以这次去的时候 我偷偷打开了 手机的录音模式 我垂头看了看手机屏幕 45个未接电话 都是我姐打给我的 街头地点是个废弃的仓库 王小一贯谨慎 明明只是带我私奔 却整得好像 在从事非法活动一样 上一世 我居然没品出不对来 快到黎明了 天光透过窗影落进来 我还是感到大脑昏昏沉沉的 想着 赶紧拿到点证据报警 把王小他们抓住 我姐那边我姐 思绪猛然被搅乱 狠狠地在我脑海里缠绕声息 我开始抑制不住 想起她的名字 原来只是一刻的背叛分别 我也能窒息成这样 我不想再骗我姐了 我果然还是后悔了 我 走到这座厂房的尽头 我愣在那里 朝阳出声 一个人被绑在椅子上 支支吾吾 是王小 而她的身后 我接手插在口袋里 玩弄手中的电话卡 那一刻 我猛然意识到 我姐把王小绑了 她学会从源头解决问题了 怪不得用变声器 接电话的不是王小 是我姐 我在电话里对我姐说了什么 我说 我姐 我都懒得看她一眼 一条飞缠着我的狗爸了 哪天她死了 我都得放烟花庆祝 我 完蛋了 朝阳令我和她之间 生起一道精卫分明的险 我愣在那 觉得喉咙干涩 姐 她歪了歪脑袋 漂亮的眼睛里 倒映出我 毫无感情 准备给她求情骂 她踢了踢 坐在她身前椅子上的人 王小明显都吓傻了 望着我拼命的求救 耸成这样 姐 先说好 我没想站在她那边 但违法犯罪的事 咱不做 所以你再给她求情 她打断我的话 这样的姐姐好陌生 我从没想过 我姐会拿那种眼神看着我 平淡的 冷漠的 无声的 可我该说什么 我姐是 我姐不信 于是接下来所有的一切 就都越描越飞 最终崩断我们之间的那根弦 我以为我姐会发怒 会凶我 会把我绑起来回家算账 可她都没有 她这样的平静让我恐慌 像慢慢地陷入一潭 毫无声击的沼泽地 半晌 我听见她叹了口气 阿叶 你知道吗 我喜欢你 我害怕很多东西 每一件都是关于你的 我害怕你受伤 害怕你学坏 害怕你走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你到底有多恨我 让你讨厌我讨厌到 不惜牺牲自己 后来我才知道 我硬扯着你 你也是会走的 所以阿叶 我不拦着你了 我姐推了那个女人一把 朝阳没有赶上姐姐的身影 我只捕捉到她的话语 你跟她 好好过吧 记得去医院 姐不送你了 我愣在那 好办上 我才反应过来 我姐不要我了 空旷的厂房里 王小感动得都快哭了 呜呜 阿叶 我就知道 你心里有我 你姐就是个变态 你赶紧报警 抓她 我一脚把绑着她的椅子 给踹翻了 她在跟谁我俩 王小不敢报警 因为她自己从事的 就是非法勾当 女人在我身后哀嚎 叫我给她松绑 我没理 在小小思想斗争了 两三秒后 我追出了厂房 我决定追我姐 从小到大 都是我姐在哄我 所以我姐不能不要我 我不知道我姐去了哪里 决定先回家找她 现在换我打她手机 打不通了 真似风水轮流转 我坐在车子上 编辑了好长一条短信给她 而后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 我突然觉得 我被我姐传染了 我也快疯了 看不见她时 满脑子都是她 我终于找到了我姐 不是在家里 是在家门口的便利店 我站在店门口 上前两步 却愣在路灯下 清晨的便利店 并没有什么人 我姐穿着黑色的大衣 她眉眼精致漂亮 皮肤又挤净冷白 垂着眼皮 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店员 店员是个很年轻的小伙 正偷瞄她 我姐就蜿蜒 朝她笑了下 我在店门口炸开了 心脏某处地方 像被狠揉了一把 我姐出了店门 有点压一地望着我 清晨一缕薄光 落在她的眉眼上 我站在我姐的必经之路上 所以她歪了歪脑袋 嚷嚷 我姐看我的眼神 跟看陌生人一样 我绷不住了 姐 后面的尾音 变了调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姐 瞳孔逐渐放大 把我搂怀里 指幅蹭过我的脸颊 别哭了 姐错了 是我不好 别哭了 她手里的东西 都掉在了地上 就为了给我擦眼泪 我哽咽地看着她 我从小就没爸妈 你还不要我了 叶萧 你怎么这么狠心 她说 好好好 都是我不好 你真是我祖宗 别哭了 可是我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直到感觉鼻腔被堵住了 才恍然醒悟 自己正赶着冒 于是身体中的病毒 就像是集体 向我发动总攻 我脑袋猛晃荡了一下 才想起 折腾了整整一夜 连水都没掉上半瓶 我的意识逐渐陷入昏尘 抓着她的袖子 在最后的一刹那 还是听见了我姐 慌乱地喊我名字 我感觉眼睛被蒙住了 黑色的布 什么都看不见 于是感官被无限放大 有人撩开我的刘海 摸了摸我的脑袋 略有保险的指节 是我姐 姐 我出声喊她 她没应我 伸手解开我领口的扣子 一路向下 我消色了一下 她揉了揉我耳垂 乖 测个体温 姐 为什么把我眼睛蒙住 因为捕捉她的呼吸 落在我耳边 比平时的触感放大一万倍 我心脏砰砰直跳 要惩罚你 我发烧了 姐姐 我的手腕被她很耐心地捆住 所以我不得不追寻她的声音 可她不出声了 我只能捕捉到床单与意料的摩擦 还有她牵起我的手腕 将绸缎一下下缠绕在上面 不疼 也不难过 但就是很酸涩 就像我姐对我而言一样 姐 我错了 我只得向她求饶 她轻了一声 我弄不清她的态度 视线一片黑暗 她从我腋下拿走了体温计 似乎在看上面的数字 哪里错了 我听见她问我 我不该骗你 不该还跟王小联系 可你知道吗 姐 我找王小他们 真的是想把他们给 一抹温热落在我的额头 我想大概率 我姐在拿她的额头 是我的体温 不对 叶辰 我们因为你骗了我生气 是你故意 让自己感冒 叶辰 你理不理解 我姐拿膝盖顶开了我的腿 你因为我 伤害了自己 所以我想杀死我自己 叶修说 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 而她的世界里 就只有我 所以不要让姐姐难过 不要让姐姐痛苦了 好不好 她的稳落在我颈尖 湿漉漉的 我怕有天我疯掉 就没法爱你了 我感受到她的轻咬 声音渐渐便掉成痛苦的回味 你把刀架在姐姐的脖子上 也好 打断姐姐的腿也好 我能怎么办呢 我甘愿瘦着 可你生病了 你难受 你不舒服 你要我怎么办 我快疯了 所以拜托 多折磨姐姐一点 别伤害自己 回想起来 这两辈子我姐都是这样 哪怕满身血痕 也要抱住我 我勾紧了我姐的脖子 可我也爱你 姐 你应该更相信我一点 我也爱你 这话就像是猛然碎裂的烟火 我感受得到 我姐愣住了 下一秒 我有点后悔了 我姐太 疯了 泪线因为生理的刺激 而抑制不住 心脏被钻紧 某一刻我终于知晓 我姐的痛苦 也连紧了我 她的吻 落在我心脏处 侵占 掠夺 黑暗里的生物都是这样 没法可求光明 所以总在彼此的身上汲取光 小时候我很怕黑 怕跌入看不见的深渊 可如果我姐是深渊本身 我愿意陷进去 姐 我无意识地喊她的名字 黑色的布被我姐掀开 我望进她的眼里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如同宇宙中最亘古不变的繁星 灼烧在我心上 羞耻地我想哭 她掠应的背驰 掐紧我颈尖的肌肤 你说 姐姐是你的狗 现在 你要不要对这只狗 做些什么 我再也忍不住 化作地狱的恶史 将自己的姐姐 拖进永然的深渊 清晨的薄光落在被褥之上 我动了动手臂 被我姐搂得更紧 别的弟弟都像八爪鱼一样 缠着姐姐 就我姐像八爪鱼一样缠着我 她挺翘的鼻梁蹭在我的颈尖 我伸手蹭了蹭她颈上的红痕 阿叶 你昨天晚上那么深情 我以为你不舍得把我弄成这样 她埋在我颈尖笑 带着略重的鼻音 一下一下撩拨我的心 抱歉 没忍住 我一点也不真诚地道歉 给你补偿回来 我将我扶正 让她跨坐在我身上 晨光好巧不巧落在我姐的眉眼之上 她下意识地眯眼 手掌扶着我的腰 脸庞精致地像出自古希腊 最富盛名的雕刻家之手 她俯身 一口咬在我的肩膀上 我伸手替我撩起垂落的发尾 她撵了撵牙齿 其实一点也不疼 可我还是撕了一声 忍着 她掐着我脖子 我乖乖地点点头 她垂眼看留在我身上的牙印 我姐还没欣赏完 我就一线被子 将她裹进了我怀里 视线陷入昏暗 周遭满是她的味道 我都稳落在她的脊背 像是清晨聊起尾音的余温 要命 我姐感冒了 她这叫自作自受 我和她就没个身体状况好的 现在我呼吸通畅 她裹着大衣吸鼻子 要不要去医院 我摸了摸她的额头 没事 她蹭了蹭我的掌心 王小很有可能跟非法制药厂有联系 但她很狡猾 在你行动之前 我就已经在调查她了 只是可惜 缺少几个关键证据 果然 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我姐都有调查过王小 但很明显 两次都没能让她抓到破绽 但我姐是围绕着非法制药调查她的 而王小 很有可能还在从事另外一项 更为危险的活动 我拉了拉我姐的衣袖 我觉得王小和萧竹 很有可能合谋起来骗保 我姐愣了下 你是说 萧竹先接近我 然后王小四季而动 接近我 认识我 最后和我结婚 把我杀了 骗保 很离奇地猜测 可我姐的眼神 却暗了一下 特别听到把我杀了时 她俩的身份证 有可能都是假的 姐 你从这方面入手试试 我姐盯着我看了半场 而后笑 怎么 想当小侦探了 其实我姐的工作 真的是侦探 私家侦探 可是跟文学作品和现实里 大家理解的那种侦探 都完全不同的工种 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姐这个职业 因为我姐脑子好 但她没学历 那时家里的钱 只能供我和她其中一个读书 我读高中 她就只能做这种 见不得光的工作养我 有段时间 我看她天天满身是伤的回家 后来才知道 她接的委托是帮别人打黑拳 什么私家侦探 明明是只要给钱 什么都能去干 叶辰 我姐带着鼻音的声线 换回我的思绪 我仰头 猝不及防地 被我姐拿为金为助 她隔着厚厚的羊绒 吻我 谢谢你站在我这边 我愣愣地 而后护得觉得鼻头一酸 我一直都站在你这边 这辈子都不会走远了 笨蛋姐姐 冬天过后 第一盏春花就开了 我站在窗前 鼠节下的冰 室内的暖气 蒸腾起白茫茫的一片雾 旁边的小孩 在做练习题 这是我毕业前 暑假最后一份工作 兼职当家教 我透过玻璃往外望去 薄光打在出容的雪地之上 有人以着银色的 二手桑塔拿看我 我姐穿着铺色的羊绒毛衣 她太白了 融进白茫茫的雪地里 站得右远 我甚至都不确定 她是在放空 还是在看着我 别看我了 叶老师 专心教学 你旁边的小孩 八卦之心要溢出来了 我沉默 转头 对上刚刚还在认真 被单词的小孩的视线 现在她眼里神采奕奕奕 姐姐 你跟那个女人 是怎么个情况 是girlfriend吗 我揉了她脑袋一把 思绪回到讲题上面 堆积如山的融雪 就这样漫过了 一整个无声的冬天 我踩着嘎吱嘎吱融化的雪 出门见到叶修时 她朝我敞开了怀抱 哎 小心 我将她搂进了怀里 她缓住了我的腰 我就着这个姿势 被她抱住 呼出的气息一波波消散 她拽着我的帽子 给我盖上 昏暗而晃荡的视线里 她仰头轻了我一下 回家的路上 我拉着她的手 是因为路面拧起的薄冰 会让人滑倒而已 我绝对不会承认 是我在贪图她的温度 她边走边说 还记得我们以前 生活的那个镇子吗 我和我姐 以前不住在这个城市 爸妈失踪后 我姐就带我搬到了这里 以前调查 爸妈失踪那个案子的警察 好像调到这里来了 前天我碰见了她 心口猛地紧了下 我张了张嘴 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抓紧了她的手 没事 她略带安慰的语调 画紧茫茫白空 我给他们抓捕王小 提供了一点线索 大概 是来感谢我的 我和我姐走到了家门口 一名穿着便服的警察 在家门口站着 比起当初 我最后一次见她那会儿 她两兵多了些斑白 眼神依旧锐利 不如说 被岁月打磨得更加难以对付 中年女警官的视线 落在我和我姐相牵的手上 变得有些玩味 好久不见 你们姐弟俩的感情 还是这么好啊 我们有七年多没见了吧 阿燕 笨 还有小明 过去这么久 你俩倒是没怎么变啊 我和我姐坐在沙发的一侧 与人朝我俩笑了笑 眼角的纹路展开 亲切到让人无法探究真心 我记得当初 负责你们父母案子的时候 你弟还在上高中 他拿手比了 比自己的腰上位置 我那时也是个 出出茅庐的小警察 结果 到现在 还是没能把这起失踪案子 查个水落石出 这是我做警察 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新捷 所以我不喜欢 跟年过半百的 老警察打交道 他们深知与人交流的技巧 也深知如何窥探人的心底 而我姐 显然比我要游刃有余些 汪警官 你手边那个警棋 是送我的吗 我只是帮了你们一个小忙 你还登门拜访 真是不好意思 我姐笑咪咪的 可中年女人的目光 却一直紧盯着她 扮上 也笑了 感谢你协助我们抓捕 王小和其相关犯罪团伙 这案子下周就要开庭了 如果你俩感兴趣 也可以来旁听 诺 锦棋 他将锦棋递给我姐 我姐伸手去接 可递到一半 他又不递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们父母失踪的案子 过了这么多年 你俩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我猛地站了起来 茶几因为我的动作 有了些许轻微的晃动 汪警察 饶有兴致地望着我 我姐伸手勾住我的手 我说道 不好意思 厨房的水应该开了 我给您泡杯茶 我的脚步有些慌乱 拉开厨房的门 合上 撑着洗手吃喘气 心脏跳得太快了 夕阳落山 窝拢在一片消失的阴影里 池中的浮沫震荡 不对 这和前世不一样 那件案子 为什么又会被提起 是因为我给我姐提供了线索 而她又碰巧遇见汪警官 时间先变动了吗 明明 我和我姐刚开始走上正轨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啊 拜托了 不要 我死死掐着手心 让痛觉拽回李治 客厅里 我姐和汪警官的对话 模模糊糊地传来 我弟从小胆子就小 明知道的 我俩小时候父母就失踪 您刚刚吓着他了 我姐的声线平淡 不卑不亢 哦 其实我一直觉得有点奇怪 父母失踪 你和你弟弟 为什么一点都不急 你觉得 你们的父母活着吗 在某个你们不知道的地方 还是 已经死了呢 汪警官的问题 带着试探 挑拨 沉默了一会 我听见我姐说 我觉得他们死了 然后汪警官哦 勒一声 如果我爸活着 那的毒鬼估计就算砸烂 也要把我给我弟买的房子 抢走去还债 如果我妈活着 她估计死都不愿意 让我弟读大学 得逼着他卖身 所以无论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我都希望他们死了 过了很久 汪警官都没再说一句话 小姑娘道德绑架我是吧 随便您怎么想 我弟在厨房停久没出来了 我去看一下 一阵悉数的声响 是我姐拉动厨房那门的声音 过了好半场 我姐从我身后还住我 我才发现我在抖 仰着头 看见光与暗的界限 原来我们一直都伪身于黑暗里 汪警官所在的客厅 被灯打亮着 而我们的厨房 拽不住最后一抹夕阳的光 吞噬进压抑潮湿的牢笼 我听见汪警官高声说 可是法不容情 一个人是死亡 是失踪 罪魁祸首 我一定会抓到他 是我作为一名警察的职责 我颤了一下 我姐倾笑一声 抬起我的下巴 吻我 特别大逆不道吧 客厅里 汪警官在高声论述她的理想 而阴暗的厨房中 我姐的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 揉着我的腰 吻过我的鼻梁 唇 紧 轻声 低难 做最沉沦不惊的事 我的视线摇晃 窥见客厅亮堂的光 或许 我早就身处18层地狱里了 所以我不怕黑 我也讨厌光 吻月刚营上 缠名激烈的下 我坐在警局门口 身边人员来往 直到我看见 那个半头滑发的女人 汪警官 虽然人过中年 但她依旧精神抖擞 揣着皮夹伸了个懒腰 看见了我 哟 阿叶啊 你最近来找我这个老奶奶的次数 有点多啊 我把手里的奶茶递给她 她嘴上说着 喝不惯年轻人的东西 还是猛踹一口 怎么了 我听说你要毕业了吧 你姐呢 我误视了她的问题 朝她说道 我们老家那个房子要拆迁了 她扬了下没 哦 那个自建房 好事啊 那地段最近在开发 能拿不少拆迁款吧 我沉默了一会 安安静静地抬头看她 我小时候 爸妈经常打我 夕阳倒映在我的瞳孔中 我看着对面警官的表情 逐渐严肃 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 被打疼了 或许真有可能干出什么 大逆不道的事吧 汪警官脸上的笑容 彻底消失了 警察总是这么敏锐 或许她那高速运转的脑子里 已经推测了一万遍前因后果 我转身 离开了她 回到家时 我姐已经做好了一桌子饭菜 我跟我姐说四点下课来着 现在已经六点了 我突然想起 刚重生来的那次 我姐也是这么坐在沙发上等我的 我走到她身前 牵起她的手 姐 我喊她 她像是被夕阳风印在了 不断下置的余晖中 捏着我的手腕 抱住我 去哪了 嗯 去找汪警官 我答应我姐再也不跟她撒谎了 她叹了口气 揉我的脑袋 傻子 好像很多很多话语 都可以藏在动作里 就像我姐伸手搂住我的脖梗 吻我 就像她的手指 穿过我的发丝 一遍遍缠绕 如果世间万物都有温度 那么我讨厌如此热烈的夏天 先吃饭 她的手指拨开我的刘海 在我唇边喘息 我勾紧她的脖子 吃什么 姐姐 饭 姐姐 我俩把鼻子的位语弄混了 我低头看她 然后将她搂进怀里 屋外响起一串自行车的铃响 谁家枪笔的花椒箱溜进窗帘 可是我知道这个夏天快结束了 所以我只好争分夺秒地问她 我想把她揉进心脏里 刻在脑袋上 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打电话给我姐 问她有没有空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我姐在电话那头轻声敷衍 不知道 明天我好像有委托帮客人整猫 你不来就死定了 我咬着牙威胁 她笑 怎么个死法 这辈子都不要你了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 然后评价 确实 是个万劫不复的死法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我姐会不会来 但我是优秀毕业生 要上台讲话的 我读书的钱 是我姐打黑拳打来的 是我姐瞒着我 偷偷吃了一个月 咸菜加馒头攒钱攒来的 是她这个叫做姐姐的超人 从我根本想不到的艰苦环境下 一点点挣来的 我想让她至少知道 自己的弟弟还有点出息 可是当我真正上台时 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 上台前没见到我姐 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 藏在这一片脑袋里 可我还是在演讲词里提了一句她 感谢我的姐姐 没有姐姐 我走不到今天 我觉得她根本就没听见 她大概还是去帮那个委托人找猫了 我可以多理解下我的姐姐 毕竟总的算下来 我还是欠她的 我下了台 有人挡在了我身前 好像是给男朋友送花的傻缺 直到我发现 这个傻缺有着一张我姐的脸 我愣在那 那是我第一次收到花 我姐送的 花 她领带有点歪 一看就刚见完客户 说不定还回绝了一笔很大的委托单 俯身 朝我笑 哎 阿叶 玫瑰白买了 你比玫瑰好看多了 在我和我姐走过嘻嘻嚷嚷的操场的15分钟里 我数了一下 一共有27个男生偷描过她 三个男生来要她的微信 把我当空气 我开始庆幸我姐没在大学校园里待过 不然我只不定冒出什么白富美千金蹄出来 操场上不少毕业生在拍照 我拉了拉我姐的衣袖 姐 我们合张照吧 我很少跟叶修合照 因为以前的我总觉得和控制狂姐姐没有什么可拍的 这是我第一次想要与她留下点什么 她垂着眼皮看我 我姐眼中涌动的情绪太热烈 我有点庆幸这是人来人往的操场 拉了个小姑娘 帮我们照了几张 把手机交还给我时 小姑娘朝我笑 你和你女友很配哦 谢谢 我没否定 我也觉得我和我女友很配 说我姐是我女朋友时 她的眼神恨不得要把我吃了 你头一次说 什么 夏日的风卷起一尺西壤 扬起她的领带 我姐从不属于我的青春或是年少 却比任何一名曾擦肩而过的对象令我心计百倍 与西壤的操场相隔百米的小巷子中 下风穿堂而过 我姐把我抵在墙上倾 你头一次说我是你女朋友 宝贝 我等这句话等好久了 倾得我腿要软了 人生仿佛进入了一切向好的循环 我和我姐均闭口不谈某件事情 清晨醒来 她把我搂在怀里刷牙 镜子里倒映出我俩的影子 我俩各自上各自的班 有时 我会带一束娇艳欲滴的白玫瑰来见她 有时 她会把她最新研究的料理带给我市场 我说我姐这叫恩将仇报 后来夏天的梅雨季总是连着瓢泼大雨 我俩的旅行计划被迫取消了 她不知道跟谁生气 只能跟我闹 我把她搂在怀里叫她睡觉 后来 她真在我怀里睡着了 醒来时窗外素素的大雨还敲打着窗帘 晚霞窜进雨珠 街边的广告灯牌与某客依次亮起 我姐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靠着我 还生气吗 我剥了剥她的刘海 她仰头青上我的唇 笨蛋 有天晚上我提前回家了 那天是我姐生日 我准备给她一个惊喜 于是偷偷前进她的书房 说是书房 其实更像是堆着书籍杂物 我以前考学做题目的地方 现在被我姐用来办公 我准备把给她的礼物偷偷藏在柜子里 打开抽屉时 不小心瞄到了桌角那打白纸 其实那本来是一打很普通的白纸 但很明显之前有人在上面垫着写过东西 留下了一点印子 我盯着滚落在一旁的铅笔 鬼使神拆的 拿铅笔照着那个印子画了起来 应该是我姐之前写在上面的信息 顺着千色的灰迹 慢慢显露出来 9点17拆 好像是 我们老家那栋房子动工推平的日期 我的心猛然被拉进无尽的冰窟 没有人知道那栋老房子里藏着怎样的秘密 上辈子我连活都没活到老房子拆除的那天 可是 愈发靠近的数字 连带着我那颗惶恐的心都在被往下拽 直到平和而清淡的声线 拉回了我的思绪 阿叶 你在干什么 我姐已在门框边 平静掀起眉眼看我 姐 我下意识地把做过记号的纸拽下来揉碎 我姐盯着我手中的纸团看 是什么东西 给姐姐看看 我把纸团轻飘飘地扔进垃圾桶里 走过去 勾住她的脖子 我姐俯着身看我 我姐的眼睛就像世界上最尽头的琉璃 我怎么忍心她破碎 我垂下脑袋 撕磨她的唇角 她任由我胡作非为 甚至扶住了我的腰 姐 生日快乐 我朝她轻轻地说 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她 一个由我俩照片组成的相册 我和我姐郑重其事地 把她摆在了冰箱旁的置物架上 猜两张 她略带着自嘲地说 会装满的 我拿起拍里的相机 我姐在我身旁 我们身后 是蛋糕上微微燃起的烛火 她一边胳膊搭在餐桌 我的脑袋歪向我姐 我说 姐笑 她就牵起嘴角笑了下 那是我姐26岁生日 那一天 我还在她的身边 其实之前每一个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里 我就是这样贪恋的 可是9月17日就像一个魔咒 把我和我姐所剩无几的夏天 蚕食 9点16号 老家房子拆除的前一天 我来到了警察局 我姐今天正好要出差 我偷偷来的 来之前 给汪警官打了个电话 哟 小姑娘 你很久没联系我了吗 她的声线依旧老神在在 仿若对什么都游刃有余 汪警官 我要自首 我觉得我扔出的算是重磅炸弹 作为一名民警 该引起她12分的重视 结果 她不仅没给我戴上银镯子 还要邀请我跟她去楼上喝茶 汪警官 您听到我要说什么了吗 我说我要自 她顿住脚步 现在的年轻人啊 这么是法律如儿戏了吗 自首也是要有证明自己犯罪了的证据的 知道吗 夕阳落在阶梯漫长无边的影下 警察站在楼梯顶端凝视着我 某一刻 恍若一柄利剑刺穿我 我定了定神 朝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的养父 养母 都是我杀的 在我12岁的时候 他们俩被我 弃进了我家老房子的墙里 证据就是明天我家房子拆迁 你们应该能看见他们的尸体 那是一道很漫长的对视 我讨厌能看穿人一切的眼睛 那么有洞察力和穿透力 我喜欢我姐的 无论何时 她看我都是温柔的 还真有意思啊 半晌 中年警官笑了 可我笑不出来 正义之鉴终于对我做出了审判 惩罚那个曾经抛弃姐姐的自己 你们兄弟俩轮番来自首是不是 不过 你姐比你早了一天啊 我姐 小姑娘 你们家是今天拆 不是明天拆 你姐骗你了吧 她昨天就已经被关在了拘留所 现在已经被带去现场 做DNA对比检测了 正好 检测结果要出来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看一看 到底谁是真凶 怪不得 从不出差的我姐罕见的出来拆 怪不得 我姐没深究 那个纸团上到底写了什么 因为那就是给我看的 怪不得 怪不得 昨天中午吃饭 我姐看我的眼神 很不得把我黏下来 分明就是 觉得再也见不到我了吧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跟汪警官上的警车 我也不知道 他在我耳边说了什么 窗外的风划过无声的接近 我头一次想劫走我姐 他们说丽秋到了 我的夏天也走了 我的名字叫叶辰 人贩子说 是偷我的时候 包我的布上面绣着的 卖到养父母家的那年 我三岁 养母说 有点瘦 人贩子说 你们给的钱太少了呀 男孩子嘛 又不是轻生的 当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 长大的卖身体肯定好卖的啦 况且 诺 他不哭不闹 悄悄地说啊 我偷的地方 是在城里大学旁边的商业街里 有文化基因的 后来 他们还是把我买了 因为我便宜 因为 那个叫养父的东西 猥琐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了我 揉了揉我的小臂和腿 心脏 肾脏 四肢 嘿嘿 都是钱啊 好像 别人总记不住童年发生的事 可我的印象却很深 就觉得每天都很疼 有的时候 是被妈妈莫名其妙打得疼 有的时候 是被家里的狗追着养了疼 有的时候 是饿肚子 饿得疼得受不了 我八岁那年 叶修被找回来了 对 叶修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那天晚上 我被妈妈赶到猪圈睡觉 看见了她 她其实没比我好到哪里去 也脏兮兮的 可眼睛很好看 我从没看过这么好看的眼睛 像她妈妈一样 其实我喜欢妈妈 因为虽然妈妈总对我拳打脚踢 但妈妈给我饭吃 我的世界里 没有对我好的人这个概念 给我饭的妈妈 是最好的了 我恨叶修 因为她回来后 我妈连饭都不给我吃了 我真的跟家猪抢过吃的 后来叶修偷偷把她的饭分给我 她说 我是你姐 我没学过说话 跟着她的语调 念了一个含糊不清的音 我恨叶修 可我下意识地依恋她 我觉得叶修抢走了我的一切 可叶修又让我得以生存 于是某天 我悄悄主动牵起了她的手 我看着女生的瞳孔慢慢放大 那年她13岁 我10岁 我不知道一直以来 我姐对我怀抱的 是怎样破碎空洞 而又偏执下见的感情 我只知道我姐成绩权限第一 姐身上很干净 我姐跟我不一样 我更恨她了 可是 我被大的男人拿酒瓶猛砸背部 拽着头发往墙上撞 身上全是结了又结结了又结的家时 只有我姐把我拉进了她房间里 给我擦药 她冰凉的纸节划过我背部的伤口 我抬头看着月亮 那晚我姐把我抱在了怀里 我不知道 15岁的她 在那天晚上 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 那充满奇怪气味的农村小屋子 我每天依旧都活得很痛苦 因为妈妈开始干奇怪的事 爸爸把我从房间里拖出来打 姐姐到底沉默不语 我只记得有一天 我被爸爸打得在地上喘 有颗牙齿掉了 摔在我姐的脚边 我抬头看姐姐 说 救我 我姐瞳孔颤动 我怪她为什么无动于衷 可那时的我不理解 那是她的亲生父母 她和他们才是站在一边的 我第一次表现超乎常人的体能 养母说 你可以出去挣钱了 高不高兴 我觉得那时的我妈已经快疯了 她每天躲在房间里 吸那些白色粉末状的东西 我爸也疯了 她赌钱一直输一直输 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世界已经扭曲 那不断搅动的世界里 唯一清晰的东西是叶修 她拿了个县级三好学生 她脑子很好 只有待在她怀里我才安心 可我居然还能怨她 没法救我出去 我不知道有些东西 她偷偷筹划了一年 爸爸把钱输光 最后只能把房子抵押 她还要借钱另盖一栋更小的自建房 那天 我妈格外的温柔 阿叶 还记得是爸爸妈妈给了你第二次生命吗 你挣钱 给爸爸妈妈盖大房子 那时候的我真的不理解 这就是卖器官 我不知道这有多屈辱 多危险 多丧心病狂 他们知道我不知道 可是有种恐惧自我的心底油然而生 因为我妈压着我的身体 让我跪在我爸的身前 那个女人磕粉磕疯了 什么都听她老公的 因为她老公给她钱 阿修 别怕 会给你打麻药的 虽然你有可能会失去肾 然后被卖到边境当奴隶 但 这是你欠爸爸妈妈的不是吗 我疯狂的挣扎 那一刻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 世界颠倒 轻注入黑色的颜料 将我脚翻 撕扯 我感觉好疼 原来是我妈在吃我的头皮 我觉得我牙齿好像又掉了 因为我爸的酒瓶 砸在我的脑袋上 所有的一切在撕裂 瓦解 我不懂 原来人这种生物 在世界上存在 就是用来受苦的吗 我问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啊 我做错了什么 好疼 你们知不知道我好疼呢 可是世界上没有心疼你的人 我姐放学 推开家门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我妈在往我鼻子里面 枪白粉 我的衣服快被我扒扒光了 酒瓶碎裂 我的手掌扎在上面 秘密地往外冒险 这个世界不是很好 对于我 或是对于我姐姐来说 都是这样 我妈是什么时候 松开我的呢 我爸是什么时候 垂下手的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世界被红色浸染了 温热的液体 一点点喷洒在我裸露的肌肤上 外面在放烟花 屋里两个成年动物的尖叫 刺破我的耳膜 我感受不到 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叫成这样 疼痛而已啊 我每天都要经历千百遍呢 我定定地看着我姐 我姐手中的斧子掉落 喷洒出 潮湿的 温热的 液体 沾染在我的睫毛上 我眯了眯眼 我的姐姐面无表情 叫我站远点 真被发现了 我不能让警察验到你的DNA 我姐的嗓音冷静到 我觉得她在给我下一碗面 好像这是我们姐弟俩 度过无数个日子里 最平凡的一天 那天晚上 我洗干净了自己 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 坐在桌子边 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擦干净 将一束花 插在破破烂烂的花瓶里 我姐在厨房 搅拌气上新墙的石灰泥 所有的一切都处理好 我姐揉了揉我的脑袋 我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姐带着我 哭着去警察局报警 呜呜 警察叔叔 爸爸妈妈两天没回来了 我好害怕 爸爸妈妈失踪了吗 死了吗 我和我的姐姐都不知道 那年我姐十九 我十六 我姐说 她会挣钱养我 可她从没告诉我 在迈进家门的前一刻 她把自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塞进了口袋里 一声乍响 惊醒我的思绪 原来今天也有什么节日吗 再放烟花啊 我仰头 盯着那漫天炸开的光滑 落在所有人的眉眼之上 落在被警灯会合的长河里 我姐 带着手铐 被一名警员陪着 站在不远处 家里的房子被敲到了一大半 来来往往的警员不停地处理拍摄 姐姐看见了我吗 我不知道 其实每次她都能准确地望见我 那次在给学生补课的家里 我最后的毕业典礼上 我向前几步 霓虹的灯光落在我的脸上 我姐有我这辈子最念念不忘的眉眼 她是个疯子 她对我的爱好卑鄙 好扭曲 她可是一言不合就要把我关起来的人 她可是12岁就对我动过心的人 回头吧 回头吧好不好 忘掉 被姐姐抱过的身体 黑夜里的抑郁 交缠的亲吻 这样 这一切就与你无关了 可是我为什么就是那么那么那么的 爱她呢 我 越走越快 开始奔跑 越过层层霓虹的灯光 窜过那烟花洒下的心点 我听见人声响动 下风吹彻 我姐站在高台 手背靠住 我冲过去 吻她 撞过嘴角 一片一片的烟花下落 其实 我本就身处无边的黑暗里 我姐是我唯一的星星 你得允许我在结束的时候亲吻她 因为她是我唯一的星星 有警员冲过来把我们分开了 我姐垂着眼睛 她没再跟我说一句话 我就像一个默然纠缠她的陌生人 你姐这是不想让你成从犯啊 汪警官在我身旁 点燃了一根烟 我盯着天上见灭的烟火 轻轻地说 我养父差点要把我的身体挖空 我养母在逼着我吸白粉 怎么 他们不该死 就我姐该死是吧 你怎么不去抓他们呢 是因为没本事吗 汪警官 他忽略了我情绪激动的挑衅 杀人犯法 这是法律规定的 我很遗憾没能将那两个人渣送进监狱 但是 他们该不该死 是有法律判断的事情 嗯 真好啊 我撑着下巴 看着窗外 流光点燃深黑的夜 法律 这世界上为什么就没有法律 保护一下保护弟弟的姐姐啊 没有人回答我的话 我垂着眼 半晌 转头问身旁的汪警官 我姐好像是个神经病 她能减刑吗 尾声 我总觉得我姐瘦了 从监狱出来后 好像也对我更加冷淡了 这是我把我姐接回家的三天后 早上六点 我姐准时醒来 我是订了闹钟才这么早起来的 因为我怕我姐直接跑 抢着给我姐成了晚舟 谢谢 我姐对我说 我姐居然对我说谢谢 以前我俩关系最冷硬的时候 她都没对我说过谢谢 我愣在那 看我姐在那一百一眼的喝粥 我妈也从楼梯上下来了 小明 给你准备的房间还习惯吗 对 我的生母找到了 我姐因故意伤害被判了七年 DNA对比和现场调查结果出来 这那对男女死亡的并不是腐伤 而是啤酒的玻璃碎片 警察推测 是我养母在吸食大量精神药品后受到冲击 从而引发的应激反应 养父致死的伤口中验出的DNA 也是我养母的 也就是说 事实上是我养母致养父死亡 并且自杀 而我和我姐的记忆之所以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 很有可能是因为 过于血腥的场面 给我和我姐造成了精神创伤 以及 我养母手上拿了一袋要强行喂给我的白粉 我姐表现良好 提前了两年放出来 在这五年期间 也多亏汪警官多方协助 我找到了我的生父和生母 他俩都是大学教授 几十年来一直没放弃找我 看到我的那一刻 我妈就把我搂在怀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才知道 这样被抛弃 蹂躏 践踏的我 也是这世界另一端 两个为人父母日思夜想的人 爸爸妈妈都对我很好 什么都愿意满足我 我第一次住上了带楼梯的大房子 第一次用上了带浴缸的浴室 而且爸妈知道我跟夜修的时候 也没阻碍我跟夜修在一起 我以为 我和我姐算是苦尽甘来 接我姐出狱那天 我一直不停跟她分享 我找到我的爸爸妈妈了 我也有家人了 姐 我考了个教师资格证 下个月可以入职当老师了 结果 三天来 她一共跟我说了四句话 哦 嗯 好的 谢谢 我觉得我快闷炸了 我以前的姐姐不是这样的 她会吵我笑 会哄我 会温温柔柔的跟我讲情话 可她现在 连我想你这三个字都没对我说过 卧室的门被敲响了 是我姐 我以为她是来找我和好的 或者终于想通了 要对我说些好话了 结果 她穿着黑色的冲锋衣 背着包 一副要走的样子 叶辰 跟伯父伯母说一声 不打扰你了 我要走了 她确实是要走 要走 要 她的弟弟还站在她面前呢 她就要走 我的心脏像被人狠狠揉了一把 气得我 你要去哪里 我问她 回家 她垂下眼睛 不是 姐 这也是你家 我拉住她 既然找到生父生母 就不要喊我姐了 她冷淡的声线 仿佛直穿我的心脏 你不是 我 我有点被耿住 那我至少还算你男朋友吧 我扯着她衣袖 我不信我姐连这都不承认 这人以前因为我一句男朋友 都封成那样 结果 她沉默了一阵后 移开我的手 我都进去五年了 没交流五年 还算什么女朋友 我愣在 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不是 姐你 你什么毛病你 我真生气了 还有点说不出来的慌 你回来的时候就不正常 你 我没想到 她会甩开我 其实也不是甩 是一个把我拿开的动作 但我在气头上 有点晕 于是倒在了门把手臂 好巧不巧 门那边有一块因为时间久而出现的木质道刺 我的手臂划在上面 划出了一道血痕 看起来蛮吓人的 血珠开始往外冒 我姐的眼神明显震了一下 想要扶我 我一把甩开了她 叶修你不要我了对不对 她愣在那 听我说 在监狱里想通了 这个拖你后腿的弟弟不值得你养 这就不要了 你真混蛋啊 赶紧走 我也不要你了 有多远滚多远 我还不想见你呢 我最恨的就是你 其实不是的 我很想你 你一点也不混蛋 我怎么可能会恨你 我说的是反话 我总是通过反话来确定我姐还爱不爱我 只是这次 我姐 愣了片刻 眼眸闪了闪 然后起身 真的走了 真的离我而去了 真的不要我了 我坐在地上 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姐要这样 想不明白 为什么从监狱回来她就变了 谁惹我难过我都能马上收住 我姐惹我的 不行 叶修出狱的第四天 我跟她断连 小修呢 她昨天没有回来 午后的日光暖洋洋的洒在沙发上 我妈坐在我身边 错不及防提起这个称呼 我还是没忍住鼻子酸了下 不要我了 估计在监狱想通了 觉得我不配她 我下巴抵着膝盖 我妈伸手 揉了揉我的背 我觉得 不是这样的 人在看见他人幸福时 总是忍不住联想到自己吧 你跟我提过小明的家庭 我想或许 是他看见你 联想到他自己 他会不会觉得 是自己配不上你了呢 我抬头 看着妈妈 小明这个孩子啊 看你的眼神 有爱 但总是被悲伤填满 或许 对于他来说 远远看着你 会比带到你身边 要好吧 我听着我妈的话 沉思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把车钥匙递给我 要不要去追 给对方勇气 这世界上本就没有配与不配 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就是与我来说最合适的 我姐能去哪 我姐的家能在哪 夕阳落入老旧小区的余晖 她唯一的落脚处 就是这个 我跟她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我有钥匙 打开家门时 一股酒味扑面而来 我姐喝酒 我印象里她从不喝多 我光着脚悄悄路过 有些杂乱的妥协堆 每个月我都会来这里 收拾屋子 倒不会太脏 瓶瓶罐罐的倒在桌旁 女人醉醺醺的一只桌子 我走到她身边 看她手里拽着的东西 我和她的合照搏 我最后一个送她的生日礼物 我摇了摇她 起来 她醉醺醺的眯眼 我坐在她身前 问她 为什么不要叶尘 她眼眶立马就红了 没有不要 没有不要 我 喝醉的她几近有点仓皇 还有些茫然 空洞的眼睛盯着我 那为什么要离开她 因为她不需要姐姐了 我听见她轻声说 话里带着失诺 她不需要了 她要是跟姐姐在一起 别人就会议论 她为什么跟一个坐过牢的在一起 不能这样的 不能这样 她要好好的 我趴在桌子上 拨弄她的刘海 如果她不在意呢 我姐掀开眼睛看我 可是其他人在意 我不能让我的弟弟 被人造谣 揣测 羞辱 我捧住她的脸 看着她的眼睛 叶辰爱你 叶修自嘲地笑了一声 那算什么呢 那是因为之前 就只有姐姐爱她 所以她才爱她 可是 现在 她有爸爸妈妈 她有家 她有人爱她 姐姐的爱 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了 我觉得我姐快碎掉了 她身上的酒味 为什么一点都不难闻 为什么我还是那么贪恋 我看她的眼睛 说 可有你的地方 才是我的家 她笑 才不是 我抬起她的下巴 问她 舌尖交缠 她猛然睁了睁眼 恢复片刻清明 看见我 做梦了 我听见她说 是梦 姐姐 你怎么对我都行 我被她愣在桌台上亲 我听见她朝我说了 好多好多话 我好想你 别走 我爱你 怎么办 我太喜欢你了 我想要听的话 她全说给我听了 寂寥无声的夜里 我曾经无数次 在这个房间的这个位置 和我姐度过一个个烦闷潮湿的夜 夜风度入无边的黑 我的星星再次亮起 点点挑起夜光的虚秒 带起一尸薄纱进入甘甜的梦里 第二天 我姐故技重施 要走 我把昨晚的录音放给一脸冷漠 站在床边的女人听 全是她朝我撒娇的话 阿叶 我好爱你 别走 我朝太阳眉 姐你惊愤是吧 白天夜晚不是同一个人 羽然漆黑的眼眸盯了我半晌 叹气 而后扑倒我 将我裹进厚厚的被子里 夜晨 从现在开始 你后悔也没用啊 全文完